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A股強勢利三板塊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697點 收報25124點 成交有接近1760億元 今天港股大成交衝了上來 走勢理想 最主要原因是受到A股所帶動 內地A股今天更厲害 今天的成交超過一萬億 內地多個指數都破位而上 帶動港股也向好 最主要會利好三個板塊 和個別股份 等人逐樣逐樣說 先說今天港股大市的形勢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恆指今天一枝大洋竹衝了上來 突破了下降軌 下面如果畫一條線 突破了三角形 突破下降軌三角形 有機會向上 現在的機會有多大呢 三分之二的機會向上 如果突破 25303 如果突破25303 站在其上就會上市26000 2600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今年3月6日 下跌熱口頂部 頂部是26000區 如果升穿25303,就想去上市260、261那些位置 為什麼會這麼好呢? 因為內地A股強勁 內地A股強勁的原因就是 PMI數據又優於預期 還有今天,成交很強勁 人行又減了一些貼現率 諸多因素刺激 用一個護深300指數 綜合上海和深圳兩個指數 一個指數來代表就是 今天破了位上 今年年初的高位升穿了 一下上了一例之後 今天升了2% 今天的成交是超過1萬億 是四個月以來的首次 那些兩融也很強勁 兩融去到1.18萬億 今天成交是1.08萬億 兩融有1.18萬億 融資融券那些很強勁 還有它的指數會改革 即是上映指數會加上科創板進去 所以有利內地券商股 第二個就是內險股 內險股為何會好? 內險股持有很多A股 持有A股 A股水漲船高些 內險股便好 第三個就是內房股因為減息 還有有消息說 六月份賣樓賣得很好 所以這三個板塊 逐個逐個板塊去看 如果你說內地券商股 今天以光大證券為代表 今天它急升了多少? 26.96% 即是27%急升上來 即是有一支大洋燭 做了奇形之後向上突破 其餘的內地券商股 其實都升得很好 有最大的中信證券 就是傳聞 和中信見頭證券 中信證券是6030 中信見頭是6066 這兩隻全是合併 全的 前者升了10.5% 後者升了15.4% 這兩隻很厲害 銀河證券 6881都升11.5% 東方證券 3958就升10.7% 國泰軍庵2611就升9.3% 中金公司就升8.15% 華泰證券升8.1% 一連串很多都升得很厲害 光大固然升得很厲害 不過我又嫌他 一下去到這樣 又怕他明天就回落 我覺得銀河 信證這些 和華泰這些 都比較可取的 可以想想 除了證券股 剛才說過 就是內險股也好 內險股 就以中國人手做代表 銀河證券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有幾可 以前 2008年之前 經常都是 各壽各壽 升得很厲害 很久都沒見過 這麼厲害 今天升9.7% 有機會想突破環行區 一支大洋竹上來 成交也滿弱 它也是內險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一隻 其餘 它不是最大的 新華證券 新華保險司 是徵幅最大的 1336 新華證券 就升10.4% 中國太平 升8.4% 966 財險 2328 就升8.3% 財險的母公司 人保1339 就升7.97% 即8% 泰保2601 就升7.5% 內險股 這個板塊都是活躍的 因為A股好 帶動到它上升 裡面我覺得 如果你穩妥一點 就角手 升得有勁 又是恆指成份股 這些股份 有機會突破環行區 上來 上來之後 一級級看 這裡有個下跌裂口 補回了 即18元 然後再上去 就看20元左右 也不要太過 一看就看很高 雖然這隻股份 其實真的在高位上達下來 如果看高一點 去之前 前浪頂這些 一月份去22.9元 有沒有機會呢 不是說沒有機會 不過我覺得 先看18元 然後這裡 二月的高位 反彈高位 20元左右 那就差不多了 好 那內房股 今天都很厲害 其中 代表人物 恆大地產 中國恆大 升成14% 那這隻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六月的銷售金額 是760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51.3% 那你 為什麼銷售得這麼厲害 因為銷售面積多了84% 銷售面積多84% 銷售金額 就是多51% 就是價錢便宜了 是不是 以這個低價援取的量 就是賣多些房子 那個價錢便宜一點 那就好啊 所以那個銷售金額就很厲害 衝了上來 集團上半年 銷售金額 就累計去到 3488億元 接近3500億元人民幣 半年賣樓 就是說你想想 金九銀實在 都還在這個下半年 那就是今年隨時 是 就是不止成二七千億的 可能去到成八千億賣樓 那市場所以就比較樂觀 你見到它一路 就是今年所以在這個三月之後 一路衝上來 那它是賣樓 它通過這個網上銷售 就是比較吸引到 那不是只有它一隻厲害的 銀子成份股裡面 排第二第三位的 就是華潤之地 升7.8% 第三位中國海外 就升6.8% 那其餘呢 譬如說 融創中國 都升14.5% 那這個還是低位 大家注意 它還不像 這個恆大一路衝上去 所以 恆大衝得太多了 可以考慮這個 融創 融創 還是在低位 有機會突破 這個 就是好像一個 橫行區的頂部 就是這裏 3月27號高位 37.34 這一天 6月10號高位 37.35 那就是37.35 那那個呢 就是一個水平阻力位 如果升得破棋 在其上的話 你將它覆一覆上去 真的不要說 不能夠 起碼都去回45元 這些高位 甚至乎更高的 也都是 你看看它 因為它之前 最高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就曾經去過 整 47.5 47.5 47.5 那如果這些低位反彈 不是沒有機會的 那 可以值得留意一下的 那當然了 一堆內房股 今天最厲害的內房股 就是那隻花樣年 1777 不過這隻小型一點 今天升成24.1% 另外還有些什麼 又大 都比較好些 譬如說 旭輝 譬如說龍光 那些都可以考慮的 那 最後呢 大市 現在 大市 有少少想突破 向上 剛才說過 突破了這個 三角形下降軌之後 三分之二機會向上 如果升穿前浪頂反彈高位 25303 就有四分之三機會向上 最主要 現在都是靠著兩隻 厲害的股份 第一隻就是陳迅 陳迅今天挨近520 那 有少少超買 有少少超買兼背池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那另外一隻 就是港交所 今天升到成350元 這兩隻都創造歷史新高 那其實很簡單 所以大市有沒有得去 最主要看著這兩隻領導股 是不是繼續有得上 如果騰訊和港交所 都是繼續有得上 那港股向上突破的機會 就很高 還有突破完之後 有機會 剛才說過了 撲上去 就挑戰26,000 26,100 回補這個下跌跌口 那相反 如果上不到去的話 或者想去 假突破下來的話 就是由於這兩隻升 看著這兩隻 如果它會回落的話 那你要小心去假突破 如果不是的 那我們就 恆指有機會 升穿25303K 在其上之後 就會上網260到261區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